纽约市议员卡布雷拉和列文提出法案 禁止口味电子烟和薄荷清凉口味烟草产品的出售 他们担心棉花糖 泡泡糖等口味电子烟 容易吸引青少年上钩进而成瘾 根据FDA最新调查 全美吸食电子烟的高中学生人数 从2017年到2018年就增长了78% 初中生人数则增长了48% 它是包装纸和USB装填 或者很多其他东西都可以成为每天的工具 所以你不会再次猜 当你住宅的时候 你会跟一群朋友们 大家都在一起 他们都会通过 我曾经认识它是比较容易 或是比较少于啤酒 然而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 与预防中心提供的数据 自从8月中旬 全美就爆出1299起肺部疾病 和29起死亡案件 都设和吸食电子烟相关 然而相较于传统香烟 针对电子烟的研究还在进行中 对人体长期的危害还不清楚 先前纽约州长库默宣布紧急命令 禁止销售口味电子烟 然而此禁令因为电子烟产业的反击上诉 被法院暂时叫停 美国总统川普先前表示 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香味电子烟的销售 而美国多州 包括马萨诸塞州 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等 都已经有启动相关法令禁止电子烟 新唐人记者王愈赫 奥利福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